地球人类群都惨糟实化 经过3700年的沉睡 少年醒来后制作解药 第一件事竟是复活女神 而在灾难还未开始之前 这个少年大树还是一个热血少年 他走进教室跟好友千公大声宣布 今天要跟暗恋五年的女神干告白 结果千公却拿出一瓶药剂 然后邪魅一笑地说 只要喝下去 就会让他百分百告白成功 不过大树不屑使用这种硬招 但不代表其他人也不屑 起码这眼镜小哥的表情就告诉我们 他还有想法了 而当大树自情慢慢地来到女神面前 准备告白时 天空突然出现一片绿光 从宇宙的视角来看 整个地球都在这绿光的照射范围 于是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在这绿光的照耀下全部被石化了 而被石化的人其实并不会死去 只是线路永久的沉睡 从这天起 直接发生了许多天灾 而大树凭借对女神杠的思念 而没有告白的不甘 竟在3700年后以外苏醒了 而此时人类文明已经没落 为了让这部动脉过神 他先是扯下树叶给自己做件衣服 然后便开始寻找女神 由于当时两年的距离相当的近 并且学校标志性的大树 在这岁月的袭里还依旧茂盛 而大树也在这树干上发现了杠的石像 在他激动不移地来到杠的面前时 竟看到了旁边刻着一串字 到下游来打块头 这个转呼让大树格外激动 因为之后千空会这样喊他 回来来到下游 他真的看到了好友千空 千空表示自己在半年前就已经醒了 而关于这个世界过去3700年的设定 是千空在被石化石一秒一秒计算得来的 千空本身就是对科学有着狂热血爱的人 所以在这半年来 他也没有闲着 不仅制造了草屋 还研制了冷兵器等许多生活用品 如今大树苏醒了 那么许多以前千空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就可以开始实施了 因为大树的力气非常的大 所以千空历史要一口气最上人类 从石器时代到近代文明的200万年 并且还要用科学解开石化和复活苏醒的愿力 因为他认为两年的复活绝不是偶然 更不是凭借大树那只此不渝的爱 他收集了不少蝙蝠尿液 因为尿液中含有硝酸 可是实验了很多次 实话能就不能解除 不过千空并不着急 因为真正的那石头龙界的是硝酸酒精龙液 但现在去哪里找酒精就是个问题 于是千空决定开始酿酒 大树也找来了很多葡萄过来 但是酿造过程却频繁失败 不过科学的魅力或许就是不断的失败 不断的实验 但成功的那一刻体验到极致的成就 而这酿造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年才成功 并且复活药水真正有效 于是大树迫不及待地要马上去复活杠 可当千空准备把药水倒上去时 却被大树用手戳了眼睛 只因为大树想起最复活时没穿衣服的窘境 杠复活后肯定是光着身子 于是他在两杠的石像打算回营地在复活 可是途中却遇到了狮子的攻击 无论的千空只能被迫将第一瓶复活药水 用在灵长类最强高中生头衔的狮子王丝的身上 这人的战斗能力极为强大 在简单了解眼前情况后 金毅人就打败了狮子全退了狮群 但这不符合人类战斗力的情况 就让千空很是无奈 他觉得斯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但目前也只能跟他合作成为大弹 有了斯的加入 千空的火石有了变化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他通通都能抓到 有了如此多的食物 千空秉承不浪费的原则 还将吃不完的鱼做成鱼竿 并且在西洋下带着两人在海边捡贝壳 因为贝壳如果经过打磨就能得到石灰 这是目前最有用的资源 因为它可以提升土壤品质来种菜 还能做成水泥加固房屋 另外还可以跟海藻松的碳酸纳混合 制造成肥皂用来消毒 斯很佩服千空 但他不知道的是 千空隐瞒的石灰最大的一个用途 过来 斯中就跟千空的理念产生了冲突 因为在自治捡贝壳的时候 斯突然说了一个故事 有个少年因为家境贫寒 所以想要用贝壳帮美美做一条手势 结果这个海域又管理着 他们不由分说的就把千空当成小偷 还打了一顿 以至于让这个少年对他能产生憎恶 而少年就是斯 他认为千空想要拯救所有人类的想法是错误的 说吧 就打碎了旁边石像的透露 这意味着这个石像即便是复活 也是死亡的结果 斯要筛选 复活的人绝不能是那些肮脏的老者 或者重年人 他要将所有纯粹的年轻人复活 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个想法是危险的 千空知道绝不能让斯知道复活药水的存在 不然心中一直观念女神的大树 却抱着复活药水的材料 高兴地跑来透露了这一切 斯好奇看着大树手上拿的复活药水 千空只能无奈将洞穴里的复活药水 说给斯听 这是关系到他创造新世界的关键 所以在听到千空所采料不够 铁区洞穴在拿点复活药水后 斯就被千空利用这个谎言给支开了 然后迅速加入酒精 他只制作复活药水 在制作过程 千空把斯的威胁想法告诉大树 不过大树的大脑好像缺根筋 并不觉得斯这人有什么问题 但对千空的心愣做着他听就完事了 复活药水制作完成 大树也替杠穿好衣服 很快杠也苏醒了 千空用最快的时间当杠了解情况后 就打算逃跑 可是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大树在看到斯手上的石像碎片后 才最正明白千空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沿途跑回来时 斯也不忘记破坏那些大人石像 本能让大树对斯展开攻击 可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但那能击杀雄狮的一角 却被大树挡住 这让斯很是惊讶 可随后 他还是受不住这劲道混了过去 好歹斯并没有对他们下杀手 而只要让他们不要干涉自己住行 说吧 就走向森林去猎物 千空知道想打败斯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火药 龙兵器在他面前就是摆设 他们制造逃跑假枪 才能开始朝着香根的方向出发 那里有制作火药的关键材料 途中他们只能根据一些 不会被时间摧毁的标志性东西来人路 例如眼前的一尊大佛 等他们到了香根后 千空也才说出石灰的第四个作用 就是制作火药 而香根的索火山有硫磺 这让各去光联的千空 废情往实地收集着硫磺 而大树则跟杠 在享受天然温泉混浴 3700年前的告白没有成功 可大树却并不想在这糟糕的情况下继续告白 随到香根承诺 能拯救了权人内被矢相的危机后 他一定会把没说完的话告诉杠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都知道大树想要表达的情感 杠也不例外 他很感动 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作火药 需要的材料都已经收集好了 硫磺 木炭和小酸钾 只要将这三者混合 并加入葡萄提取的葡萄糖 就能制造威力强大的火药 但由于需要锤打给火药加压 大树自告奋勇地拿起石头就要卖力气 可是随打几下 火药就冒出了火星 闹一声轰鸣 火药被引爆了 他们成功了 这下千空等人有了跟斯谈判的仲骂 他们并不打算杀掉斯 但是必须确保自己等人的安全 果然 努动千空预想的一样 斯在回来后看到千空逃跑 就想到千空的智慧 一定会去研制火药 于是他便开始思速寻找千空 打算做掉它 而爆炸引发了狼烟 除了吸引到斯以外 竟然还引来了不远处的一道狼烟回应 这只能说明还有其他人类 千空对斯感到好奇 可如果继续回应对方 会持续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斯 由于一小火后斯决定加大狼烟与只回应 于是杠和大树立刻去收集木材 可是钢却先被斯给俘获 并带到了千空面前 他拒绝火药 认为如果有火药的诞生 又会让世界像遗忘一样被玷污 所以斯先是用杠做人质 要千空把复活药水的配方告诉他 千空假装不在乎杠的性命 结果一刀挥下 杠的头发就被斩断 千空彻底失去了跟斯坦曼的筹码 不过杠却打算牺牲自己 将刀抵代自己的波根 他不希望千空说出配方 因为这是千空唯一生存的机会 不过千空还是为了保住杠的性命 将复活药水的配方搞出了斯 而这也当斯没有理由让千空活着了 他们两人都是彼此的噩梦 谁也不敢轻视对方 但斯为了让自己的梦想快速实现 还是尝试拉拢千空为自己所用 只要千空放弃科学研究 他可以让千空活着 对科学有的强烈执着的千空 连撒谎哄骗斯都不愿意 于是斯真的对千空下杀手了 一击将他的锦神经给摧毁 这是不会让人感受到痛苦的一种死法 而大树从外面赶回来 正好看到千空倒下的一幕 他虽然愤怒 但也知道自己打不过斯 于是便搬起石头朝天上一蹦 身上的沙翼让斯感受到了 于是斯很警惕地一直盯着大树 不料 杠却将火药灌 蹦向斯 当天上的黄铁矿与火药产生摩擦后 蹦 斯没有去追逃走了两人 因为他们并不是威胁 只要千空死了 他就可以在这个原始时代当上霸主 如果可以 他是真的想跟千空成为伙伴 因为曾经的他 体会不到何为朋友 看着千空他们三人的友谊 他羡慕了 逃走的大树 急忙当了千空的尸体 不断奔跑 在杰林斯没有追上来后 他便开始寻找千空留下的机会 他不相信千空会毫无准备的让斯杀斯 也许能够呼吸就可以复活 但显然不是 他们想过头都不知道千空到底留下什么线索 而杠突然想到千空总是在扭自己的脖子 他跟后警发现了那里有一处 每被石化解除的痕迹 他们尝试用复活药水到的上面 结果真的让千空成功复活 而其原理时在解除石化石 会将其小的破碎给愈合 而关于复活的事情 其实千空已经做了很多假设 当中自己会意外信赖 除了硝酸起到作用以外 还有在这3700年来 不断思考的大脑所消耗的能量总和估计 会达到2万亿角 根据能量守恒定义 石化的石头有某种能量被消耗了 所以才会出现只需要硝酸就能解除千空的石化 而其他案却不能单纯依靠硝酸 大树的缩醒就是因为千空找到他被石化后的石像 现在千空又一次复活过来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让大树跟杠到斯的阵营当间谍 毕竟在斯的任之中 千空已经被他杀死了 而他则会去寻找之前释放出狼烟的未知人类 斯的任就此分别 在大树跟杠寻找斯的途中 斯竟被一位金发少女袭击 极强汉的战斗力也让斯有些惊讶 但这还不足以打败斯 而少女对千空引发的火药爆炸成为妖术 当斯对少女的身份感到怀疑 他不是3700年前被石像的人类 反而更像原始人 斯不屑与少女缠斗 一拳打飞了他 还砍断了一棵大树困住了少女 大树倒塌引起的轰鸣吸引了千空 等千空赶来发现被困的少女后 迅速利用科学发明工具将树干掉起 被救下的少女看到这神级的一幕 敬佩服的只能说出 看来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你了 谁知千空只对科学感兴趣 对女男是真没有兴趣 女男名叫琥珀 他会袭击斯是不满他的暴力行为 在知晓千空跟斯会有一场大战后 他表示自己会帮助千空 还带了千空回到自己的村庄 期间千空还制造了可以用来赶路的竹车 结果来到门口时 却被守卫金囊英囊攻击 似乎破提千空挡下攻击 这个村庄拒绝外来人 但得千空利用肥皂吐出泡泡 一个简单的化学原理 就让金囊英囊很是震惊 这让千空确定 这里的人绝对不是实际复活的人 而村庄也有一个被人称为天才妖术师的克罗姆 他将千空发起挑战 火焰在他的手下竟能不断变化颜色 这个操作直接把千空给看傻了 感情所谓的妖术就是基本的火焰化学反应 不过用现代科学解释 对方肯定听不懂 所以千空就猜穿了对方 只不过是拿着洞穴的洁净罢了 被拆中的克罗姆惊掉了下巴 随后不甘地又拿出一个球体疯狂摩擦 随后使出雷系触击魔法 不过在千空眼里 这就是摩擦产生的静电 于是他给克罗姆表现了何为累积高级魔法 炸毛 魔法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 虽然这些把戏都是小额科 但是千空却很感慨 科学在原始就已经在进步了 不过金银男还是不让千空进去 这是规矩 而规矩嘛 自然就得遵守 千空做了一把金刀给金银男意思意思 规矩嘛 我懂我懂 所以千空总算紧了尊庄 还看到克罗姆的科学实验仓库 里面有很多稀有矿石和药草 因此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 千空也跟克罗姆讲起了关于石化的事情 而克罗姆会如此制作科学 只想要治好虎婆的姐姐流离的病 说到治病 千空第一想到的就是科学的万能药 抗生素 但这玩意的制作难度显而易见 办法只有两种 第一是从生物身上提取青霉素 第二是从石头中提取黄氨类的药物 千空分析的两者难度决定走第二条路线 于是 隔天三人就开始在河中寻找材料 结果一个叫西瓜二人 顺着河流漂来说 要帮忙 西瓜的外表实在奇特 但克罗姆觉得他很像陶太郎 这个角色名字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群温后得知是琉璃给他们讲的故事 虽然跟云瓣有些不同 但也让千空对琉璃产生了兴趣 由于铁砂需要在1500度的高温下放和融化 但这个温度在云史的时候是不可能做到的 于是 千空想要在火焰中灌输空气 但人手不足 于是 他制作了美味的拉面 打算收买村民 而面粉的来源 仅是狗狗尾巴草 只要将它脱壳垂打洗净两肝 最后磨成粉末就可以代替面粉 至于弹性的话 可以加抹台酸干 以及野鸟蛋来提升 在琥珀他们几人吃吃之后 一个个都是猴甲 这时千空很是满意 但等他自己开吃的时候 却差点吐了 毕竟用狗尾巴草做的饮食 还是无法跟真正的小米面粉相提并论 不过 这对原始人来说 已经足够了 千空征服了他们的胃 而在吃面的人群中 却突然有人说了一句 要是有可乐就好了 而这人便是跟千空同一时代的 潜悟患 他是怎么苏醒的 千空不想去知道 反正吃着面就得干活 于是 村民还有患等人 就开始疯狂给火中灌空气 患 显然不是干活的人 没多久之类的不行 千空也趁机询问他的来历 过来 他是私派来调查千空 似乎还活着的先人 但患很鸡贼 看到科学文明 他竟决定观察两边谁更强大 就投靠谁 千空不想搭理这小人 因为他有自信 自己的科学帝国 绝对能吸引任何人加入 在村民的帮助下 铁棒终于制作完成 但这铁棒的目的是用来制造 发电厂的 科罗木的仓库有现成的铜块 可以用来做铜丝 正好则是天空打雷 千空只要机会来了 不过由于需要的材料 还没有准备好 技能只能加快速度 这种简易版的引雷针 制作完成 在雷霆降临后 强力磁铁制作完成 不过千空的发电厂 目前只能是最简单的能力版本 工具人要去哪里找呢 由于之前制造引了一针 枪的金银囊的那把镀金厂枪 换许诺 只要有电 什么霸击的枪都能做 由于是两个工具人 拼尽全力地转动发电机 只为了那能装逼的金枪银枪 而天空利用电力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明 蒸过的足纤维可以当作电丝 从天空复活后一年了 他终于做到了科学的基础 电力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步 而幻 也在看到这一幕后 陷入沉默 他在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不料他却遭到神秘人袭击致死 等天空等人赶到后才发现 换在身上有血袋保护 没有死掉 但也受了不清的伤 后代凶肉不是死排来的人 而是看天空等人 不顺眼的村民马姑妈 他为了夺的最强头衔 势必要杀死妖术师天空 和村子过几天就要举办 与以前鄙视 冠军不仅可以当上村长 还能取到流离 所以现在不适合去找马姑妈报仇 于是天空等人成立了 战斗小组和科学小组 由金银囊以及琥珀训练 对战马姑妈 天空和罗牧西瓜等人 继续研究抗生素 和各电话也回去寺那边 汇报假消息 原来在昨晚天空答应 给他制造可乐 有什么人能抗拒肥宅水的诱惑呢 天空现在打算抓紧制造抗生素 不过在这之前 他摘下西瓜的头套 想看看这人的长相 结果竟是可爱的小罗里 但下一秒就变成了老太婆 原来这西瓜近视了 需要眯着眼才能看清 于是天空打算先给西瓜 做一副眼镜 这需要用到玻璃 这也是后续科学帝国 需要用到的重要材料 玻璃的原材料是硅砂 将近磨碎成细砂后 混合碳酸钙放入大火融化 最后加入铅 玻璃制造完成 在打磨后 调整到最佳的厚度后 西瓜看清了这个世界 看清了伙伴 他很高兴 而近视的人竟不止西瓜一人 金铃隐瞒了近视的事情 另外近视是不可逆的 提醒一囊一定 不要跟人说这件事 而清空他们继续利用玻璃 研制容器 可是没有手艺的他们 根本就造不好模型 为此科罗木直接绑架了 村里的手艺人卡瑟击倒爷爷 本来他是拒绝帮忙的 那这次看到这几个年轻人 在糟蹋手艺后 他看不下去了 气得直接变成猛男 只用一次就成功做出容器 现在科学实验室成功组建 结果金铃囊的训练有些不如意 他们把责任怪在武器不够帅 要求清空给他们制造帅气的武器 复合役的清空先给银囊做了银枪 让他提自己做一件事 在枪做好后 他带了银囊来到一片湖边 提醒他 只要枪头变黑 就要停下 结果 银囊被美丽的湖水给吸引了 幸好是琥珀拉回了银囊 他们面前的美丽湖水 竟是清空要找的宝藏硫酸湖 他聚集了大量的硫化金和二氧化硫 任何生命触碰到他 都会瞬间失去生命 他是抗酸素需要的材料中最难获取的 所以进行研制了防堵面具 在重新来到这片兄弟后 克罗姆还是感觉到害怕 但为了挽救琉璃 他还是走向前 可是途中他却踩空而跌向了硫酸湖 千拳一发之际 是胆小害怕的银囊赶到救下了他 他的营地图结了很久很久 要不要来 最后被卡瑟吉爷爷的一句话点醒 最终 他们成功收集到了硫酸 至此 抗生素所需要的材料也几本收集完毕 不过最难的一步 是将他们组合 由于需要用到酒精 卡瑟吉爷爷提醒到大家 预见比赛第一名的人 可以获得喝不完的酒 于是为了取得胜利 幸福的人开始不择手段 打算全员上阵 只希望能够多消耗一点对手的体力 而最终打败马骨骂的人 竟然不是琥珀技能他们 而是没有战斗力的克罗姆 他被马骨骂暴打了一顿 但即便如此还是不敢投降 并且利用科学力量打败了对手 因为西瓜的眼睛 借给了技能后被打碎了 克罗姆利用聚焦的眼力 将玻璃对准的马骨骂 这滑稽的一幕 自然是让对手很识不屑 而聚焦的时间需要长达一分钟 好在幻赶晚回来 开启三寸不然之舌 以妖术式的头衔 蛊惑了马骨骂 谎称你被我吓了诅咒 感动你就会死掉哦 最终聚焦完成 马骨骂身上着火了 克罗姆趁其他第一招猴子偷逃 取得胜利 但因为太多巧合了 反正最后误打误撞 成了监控获得最终的胜利 虽然琉璃是可不得梦喜欢的女人 但清空在意的是 当上村长 掌控全村 于是很自然地走向琉璃 说结婚吧 由于当地心囊 必须要喝酒 喝到天亮 还得举行婚礼 清空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于是说了一句 那就离婚吧 清空只是想要拿一些酒 却无打不撞讨了一个老婆 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不过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立刻制作抗生素 他的前妻琉璃 已经快要扛不住了 在成功制作好抗生素后 他便立刻弄琉璃服药 可是在检查身体后 发现他的肺部有问题 于是清空还在村里老鼠的肺部 查到细菌 如果是肺结核 这种病以现在的闻名 根本就是绝症 抗生素无法消灭所有细菌 而琉璃也在这节骨眼里 疯狂咳嗽 清空无力地跪在地上 但他却一点都不伤心 反而特别高兴 因为他可以确定 琉璃得的是肺炎 实际时代竟然能出现肺炎 但好在抗生素 就是肺炎念求菌的最大克星 刚刚的咳嗽 是细菌做的最后挣扎 琉璃的病 在服用一段时间药物后 竟然痊愈了 为此 清空正式成为石神村的村葬 直到这时候 清空才知道这个村庄的名字 和他 竟跟自己的名字 是一样的 石神千空 在琉璃的解释下 他才知道这个村庄的名字 是千年前传下来的百物欲中 其中有个故事 就叫做 石神千空 里面记录了清空 跟养父百业的经历 百业是大学教授 梦想是可以登上月球 清空会喜欢科学 有很大原因来自于百业 各种研究 在小时候就已经开始 甚至还给百业 做了一套依靠电机 让机都产生记忆的游泳套装 不过作用不大 可百业不想当千空失望 在五年后 真的如愿 当上了宇航员 同行呢 还有沙米尔 和歌手莉莉安 以及医生夫妻 达莉安和亚克夫 还有双马尉 科尼 而在这时候的地球 大量燕子出现被石化的现象 而在太空的六人 行云的避开了之后 的人类石化危机 百业决定回去地球 拯救人类 但是却根本找不到 一个幸存者 过去的三年 达莉安夫妻 生下两个孩子 科尼一跟沙米尔 走到了一起 至于百业 则是不断地相信千空 一定爱活着 最后六人并没有拯救人类 而是纷纷遇难 但是他们也为人类的活种 留下了最后的期望 石神村就是养父百业 他们留下的后代 他还看到养父百业 给他留下的话 为了人类文明重新复兴 他决定继承百业的意志 绝不服输 而幻却在这时候 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自派人杀过来了 他没有看到 金空的尸体 总感觉不能放心 而技能根本不是一位 叫冰月的对手 被他激动腹部 险斜跳入湖中 急制了清空 用生家的火药 来吓唬敌人 加上换这老鹰逼的演技 还有马骨马伦的一块石头 发出了响声配合 敌人相信了 金空他们有了火墙 于是猎王撤退 冰月认为 必须集结大部队 再来进攻 但同伙却不甘心这样逃走 加上换的山峰点火 故意引诱他们 在大丰天进攻 而钱空也预算到 敌人进攻的时间点 两年底应外合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冰月等人 果然被钱空和换给算计的 但同时 冰月也早有准备 因为他们几人 只是阳攻 少女燕 早已潜入村庄纵火 这也是身手敏捷的一位武者 没有办法 钱空等人必须先让村民撤退 没有时间 大力冰月他们 只能看着两人撤退 不过 他们却没有回去 而是 刺激而动 打算捕捉人质 西瓜一人吸引敌人火力 将他抿到兄弟硫酸湖 有防毒面具的钱空 嘲笑躲在书上 躲避硫酸毒气的冰月 让大大白的 还不走开 冰月不甘心 还用同伴做试验 果然掉下去的人 立刻死亡 村子很快就继续重建 但被斯知道 钱空还活着 必然会变得棘手 因为斯肯定也会知道 钱空等人缺少硝酸 而无法做出火药 所以钱空打算先下手为强 研究出最强兵器 移动电话 果然如钱空所讲 斯已经知道 钱空没死的消息 而大叔跟杠 则成了他的冷制 但钱空一点都不担心 斯会亏待冷制 决定加快制作通讯技术 因为如果像斯这样 派人来盯哨 是会有时差反应 在战争中 信息传递是最为重要 钱空知道斯 绝对不会冒然行动 他定栏会继续复活 石像能积蓄力量 因为对科学的一样 他是打心眼的畏惧 所以决战的时间 定栏是在开春之时 因为冬天湖水冻结 不适合战斗 有给钱空的时间不多了 他跟大家讲述了 关于电波传输的原理 但是没人能听得懂 那干脆直接动手实践吧 第一个要做的是 棉花糖机 做出来的棉花糖 让所有人都攒不绝口 果然吃甜食 能让心情愉悦 就连盯烧了燕 也有心吃了一个 而开心不易 而棉花糖的作用 是会测试制造过程 有没有问题 如果上面要凹痕 带过明线 就代表不合格 而问题就出在 人力拉动机上的减速 产生了凹痕 于是青空想到了齿轮 好在有卡瑟基 到爷爷的手艺 很多问题都因伦而见 需要的金线材料 非常完美 而接下来 才是真正费力的时候 因为这金线 需要拉到好远好远的山洞那边 于是工具人上线 令青空没有想到的是 卡瑟基爷爷 在看到齿轮 竟然自己发明了水车 于是 青空白难的发电机 这样一来 发电厂就变成了水粒的 第一个哭出来的是 金纳一纳 他们不用再人工去转发电机的 但是距离发明出电话 还有很长的路 接下来是发明电池 用两块铅板放在容器内 再灌入油酸 只要有电流通过 就会自动储存 而其他工具也开始升级 古风机也进行升级 这样一来也不需要人工去灌气 加打温度 一切都变成了自动化 等到冬天来临 灯泡也制作完成 有了灯泡的加入 科隆木等人可以到去边的矿山 去采集探索 稀有矿石 而电话的心脏是电磁管 它是用来改变和增强电流的流向 但是这个环节 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失败失败再失败 足纤维 根本无法在高温下维持形态 这个实在似乎就没有适合的材料 青空 有些绝望了 但好在西瓜平日里会逛来逛去 结果找到名为白雾矿的石头 这种发光体的石头 就是青空想要的原材料 充施斗智后 竟然来到矿山开始采集白雾矿 之前有矛盾的马姑马也加入了他们 没有联能抵抗科学帝国的诱惑 而且 马姑马还在这些行动中 救了青空一命 青空也救了她一命 两年彻底和解 被吸引女神眷顾的他们 找到了一块超大的矿床 采集回去后 接下来还需要做塑料 这期间 村子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因为在冬天 他们竟然能够用到软爐 看着因为青空而发生改变的村子 任何人都心里非常开心 接下去 青空给换安排了做新蒙电池的任务 自己发明能把声音变成电流的材料 只要把它放到塑料里就能变成话筒 在全成人的努力下 所有材料都被安排好 最后将他们组装 电话真的做好了 不过青空却给他们当头一帮 就是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得再来一遍 因为一个不够 当所有人都听到声音传来的那一刻后 都特别震惊 而刘梨却说这电话真像喇叭 就是这个现代词汇 让青空根据刘梨提供的线索 竟然得到3000多年前 自己养父留下的唱片 青空立刻用火候的盾牌 组装了一个简易版的唱片机 青空给村人听一听所谓的现代音乐 告诉所有石神村的人 人类为名 科学力量所带来的不只是音乐 还有电脑等许多余的产物 在青空的讲解下 所有人都乐学沸腾 现在也马上要到了决战之时 在故事的最后 大叔和杠在一片夕阳下出现 决战的号角正式催向 死帝国物业在科学帝国究竟入死谁手 片名《石纪元》 又名一新石纪 这绝对是一部大人看的 都会想给自己孩子看一看的教育类动画 并且夹杂的人物情感描述 那本应该是枯燥乏味的科普类动漫 变得异常生动 最后结尾有一段讲述千空生日 作为稀奇仇人的马古马 把他故意绑走 青空没有挣扎 以为他是要把自己送去死帝国 可是睁开眼就看到了伙伴 给自己做了天文台 即便是专注科学 不太在意人类感情的前空 也是特别软心 第二季的《石纪元》 已经开播完结了 量级评分都是高到爆炸 所以真的强烈推荐 各位一定要去观看原片 因为还有好多好多细节 我真的没有办法 拿出来一一解说